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是做人的基本修养 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长辈 他说他结婚以前 在谈朋友的时候觉得 女人其实蛮好养的 才吃那么一点点 后来他结完婚之后开悟 吃的东西很便宜 衣服很贵 所以这个勤俭持家就很重要 欲望不要挣扎 其实说实在的 人欲望越淡 身心清安 寡欲精神爽 大家注意就看 历代的高僧 平均寿命 九十岁左右 历代皇帝 平均寿命 四十岁左右 请问大家 谁有福啊 皇帝想那些福啊 命都没了 所以欲望越淡 对自己越好 再来 你自己很会花钱 我很会赚啊 我赚了就是要花 但问题来了 请问你的孩子 会不会跟你一样会赚 那想事情不能只想眼前 要想到 当我的生活习惯已经变成我孩子的生活习惯 变很会花钱的时候 事实上 我们已经让我们的孩子变成欲望的奴隶了 自己不知道 以前的古人他很懂这个道理 他钱不留给孩子 留给孩子 他不娇奢盈益 留给孩子 他素质比较好 他就不想努力 子孙若如我 留钱做什么 钱贤德而多财 则损其志 他说我爸都赚好了 我还努力干什么 他志气不就没了吗 余额多财 这个孩子素质比你差 你还留一堆钱给他 一争其过 他一有钱了 安逸了 放纵了 不要以财货杀了自己的子孙 以前人很冷静 他想得远 所以古代有一句话 他叫负不过 这一句话现在要修正一下 科学发展观 要客观观察 实事求是 请问大家现在负不过几代 一代都过不了 因为这些道理都不知道了 好 所以我们看孔子 以他为榜样 得比于上 欲比于下 就知足了 而且说实在的 人真正尝到了道义的乐 读书之乐 那种乐 世间任何的欲望都比不上 不过要常常看才知道 如人饮水 能暖自知 所以孔子讲 饭疏食饮水 他吃粗茶淡饭 屈宫而枕之 这个宫就是这个 走到手碗这个地方 他买不起枕头 没关系 这个手折起来 就可以睡觉了 乐意在其中 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不符合道义的这些富贵 他不去追求 好 那我们今天立了这个志向 那就要懂得 知命才是君子 不知命我以为君子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教诲 我们的目标 做世间君子 进而再提升 做贤 做圣 人没有坚定的目标 很容易悠悠放任 得过且过 这时光就这样耗掉了 好 那什么样才是 弃入君子的境界呢 首先要知命 知道这一生的使命 要对得起家庭 对得起国家民主 也要对得起自己 一个人有没有把握 提升自己的灵性 这个很重要 我们的灵性不能一直堕落下来 那就对不起自己 所以一个人忠于自己 他就不欺骗自己 他就懂得要成就他自己 所以真正一个人 要成就自己的灵性提升 首先要懂得放下 心上装一大堆烦恼 装一大堆欲望 这个灵性会怎么样 会沉下去 好 所以一个人 这一生要怎么经营呢 留 留得长远 留得下来的东西 带 带着走的东西 请问大家 钱带不带着走 带不走 你身边的人带不带着走 那就不要强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了 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 一样都带不走 结果我们一辈子都耗在追求这些东西 然后把自己的灵性一直往下拉 不划算啊 三财者 天地人 人这一生好好修养自己 可以与天地并列三财 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格 反而我们这一生越来越堕落 就很悲哀了 所以懂得放下 带不走的 不要苦苦追求 那可能有些人听到这里 心里有点不安 那我不求不就没了吗 我很理解大家 不求不是不努力 是努力了 但不苦苦贪求 请问大家 求就一定求得到吗 不一定 不求就得不到吗 告诉大家 这两句话你想偷了 你就开悟了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我是初中高中就很会紧张 为什么会紧张 君子物本 得把病根找到 病根叫得失心 一个人有得失心 越来越重 他这一生不可能会有幸福 大家注意看 现在这些演艺人员 自杀的多不多 他比我们有钱 他比我们知名度高 这么富贵的人 最后为什么想不开 看起来表面很风光 可是他的心 病得很严重 没人知道 请问这位老师 成绩好的学生有病 还是成绩不好的学生有病 我告诉大家 自杀的都是成绩顶尖的 那个成绩不好的 好像都很少自杀 是吧 都是那个成绩很高 一次考不好 我不想活了 所以看东西 尤其对待学生 对待一个人 得看到他的心 不能只看到那个表面 长得高 长得美 成绩不错 这样太浅了 他这一生幸不幸福 是他的心决定的 我是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硕士生 他在大学以前 通通是第一名第二名 结果他念研究所的时候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的研究所 所有的精英都会到这里来 结果一下一考 他二十几名 十几名 他一下受不了这个成绩 他说他那个时候 走在走廊上 因为心情很郁闷 都有要往下跳的冲动 幸好他在那个状态之下 想到他的父母跟爷爷奶奶 这一念起来 他就没做这个杀事 这是他真正经历过的心境 所以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特别会紧张 其实得失心再说深一点 叫贪心 贪求的心 虚荣也在其中 我要考大学以前 我姑姑 因为我姑丈在医院服务 知道我很会紧张 给我拿了两颗镇定剂 她怕一颗不够 还准备两颗 我姑姑可能读过中庸 凡事欲则利 预备好 还要有备胎 两颗不是一颗 结果我记得第一天 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 十一点吃了一颗 翻来覆去 十二点多还没睡着 吃第二颗 结果一夜未眠 早上起来 我很紧张 全家都紧张 所以一台车坐着满满的去考试 我两个姐姐 爸爸妈妈 全家总动员 所以一个人 容易紧张 患得患失 全家人通通被拉下水 结果还没进考场 才到这个考试的学校 遇到我同学的妈妈 她看到我们全家来了 浩浩荡荡 她就很快就注意到了 然后就对我说 哎呀李旭啊 你真好命啊 两个妹妹陪你来考试 我是两个姐姐 你看 还没进考场啊 心情就很郁闷 两个姐姐都变妹妹了 但是大家注意哦 有一句话很重要 叫 忧能死能老 你常常啊 在那里得失啊 忧虑啊 铁定老 但是人有时候啊 活得糊里糊涂 都不知道问题在哪 我念大学的时候啊 刚好跟一个学校的女同学 我们刚好出去唱歌 认识嘛 互相介绍的时候呢 我还跟她讲说 你看我像哪一年生的 结果她很认真看着我说 嗯 67年 1967啊 我是1973生的啊 她猜1967啊 我很痛苦地跟她讲 你再认真看一下好不好 然后她也很配合哦 她就认真想了一下说 难道我猜得太年轻了吗 所以老祖宗的话要多听 因为我没有听懂一句话叫 不要自取其辱 所以那一天这个考试啊 还没进考场就觉得 好像运气很不好 这个有一进考场就觉得这个好像有霉气 结果进去考第一课就考华文 当我开始做几题 没多久啊 突然觉得 镇定计啊 挺有效的 开始有点晕了 所以大家注意哦 没有福气的人哦 就是这样哦 到关键时候就出状况 所以我那次华文 大学联考华文不及格 我也观察 我有很多同学啊 平常模拟考成绩都很好 每一次到正式考试就考不好 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同学 你要告诉他 以后到关键时候啊 要栽戒沐浴 拜祖先 那今天最好吃树 然后要积一些应得 关键时候就不会出状况 所以我每每关键时候都出状况 因为心性偏掉了 得失心很重啊 嫉妒别人啊 幸灾乐祸啊 所以大家看我没有福气 你看脸都这么缩 是吧 你看以前那些奸臣啊 我话都没讲 你们在干嘛笑呢 大家看那个忠诚啊 都很有福相 奸臣都是啊 奸嘴活塞 为什么 大家昨天开悟了 是吧 利人绝对利己啊 害人绝对害己 动一个坏念头啊 都还没有害到别人 先害到谁了 这个坏的念头啊 就污染了八十兆的细胞啊 通通被自己的邪念给毒害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奸臣长得跟弥勒佛一样的 很少吧 好 所以啊 但是大家看我这个样子也要给我鼓励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呈现了 十五年前做错事啊 现在才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现在好好努力啊 积德行善 十五年之后啊 我就能白白胖胖 而且啊 我们处事当中啊 有一个心态很重要 要厚道 看人要看厚半端 浪子回头轻不换 你要信任人家可以变好啊 人家很受苦 人家做了几件好事了 你在旁边说 哎呀 你都不知道他以前多差啊 这叫科伯 叫折服 要实时给人肯定啊 给人希望 给人动力才好 好 所以刚刚 跟大家讲到啊 要知命 所以 要带着走的 什么带着走 智慧带着走 灵性的提升带着走 所有做的善事带着走 请问大家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一辈子 遇到很多人啊 跟你一见面啊 你就觉得跟他亲得不得了 好像才认识三天 像认识十年一样 那就是你以前的善缘啊 基多啦 这一生啊 种子发芽啦 茁壮啦 你有没有觉得说 这一生啊 好多人啊 都跟我对着干 都找我麻烦 要怪谁啊 不能怪别人啊 他不去找他麻烦 干嘛找我麻烦啊 任何宇宙间的事情啊 有果必有因啊 人真明白啦 不怪任何人啊 所有的事情啊 都跟自己有关 所以老祖宗把道理讲透了 一句话给我们讲明白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这个诸就是反求之于自己 好 问题啊 还在我们自己身上 所以这一生啊 广结善缘啊 这个是带得走的 而留留得下来的 像孔子 他离开我们2500多年 但是孔子的精神长存 利益了他的家庭 家族2500多年 还利益了整个民族的 炎黄子孙 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啊 那诸位朋友 请问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什么风范留在我们后代子孙的心中 他们儿子一想 我妈特别柔和 特别孝顺 我爸特别有道义 特别敬忠之手 这样啊 儿子又传给孙子 孙子又传给真孙 代代相传 所以范仲淹先生的后代心中都有一句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忧 他的后代的心境都是什么 把什么装在心里面啊 天下国家 这样的存心 他的后代会没腐吗 假如我们把自私自利传给后代啊 可能传不了两三代了 为什么 因为福田靠心根 而这个福田大分三项 恩田 懂得知恩报恩的人 有福气 所以这个人一生呢 百善孝为先 孝的人一定有福 而不孝的人一定最折服 因为连做人的根都没有了 再来是敬田 尊敬圣贤 尊敬长辈 尊敬所有的事物 他负责事情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他很恭敬 甚至于他对物品都很恭敬 很节俭 这样的人有 敬天 敬天 我们的孩子的人格里面 我们的孩子的人格里面只要有孝道 有感恩心 有恭敬心 有慈悲心 其实他这一辈子的福气 你不要担心啦 所以我们不明理啊 就乱操心啦 请问大家操心得好处没有啊 所以得把理搞清楚 理得心安啊 我们为什么心常常忧虑烦恼很多 因为我们没有把很多道理搞清楚 所以刚刚 举于我自己啊 考大学的例子 其实大家看哦 得失的时候啊 本来有十分的实力啊 只能发挥多少 可能六七分而已啊 所以这个得失心紧张 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一个人能念到 任何时候都是平常心 心平气和 这是他的修养啊 素质啊 所以紧张没有用 所以人往往呢 不明理啊 都心态错误自己不知道 所以豁达的人知道啊 该是我的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强求不来 而一个人呢 得失心很重哦 该是他的 他确实得到了 问题是他也紧张了老半天啊 可是不是他的呢 他要每天在那里想要 这样的人铁定痛苦 所以要让孩子 让学生得到人生幸福啊 他的得失心得要放得下 好那诸位老师们啊 要让孩子的得失心放下 首先啊 谁要先放下 老师 对啊 那我们自己有这个素质 就能把这个人生态度啊 传给我们的孩子们啊 所以我记得我大学领考考完啊 考不好啊 这么紧张拿考的好 结果我就哭得很伤心啊 今天大家出去哦 不要出卖我 不要出去说哦 我那个蔡理徐很爱哭啊 我今天是 人逢知己 谦卑少 今天什么事我都跟大家讲 所以 这个 那个时候紧张了 反而呢 对事啊 一点帮助都没有 而我在那哭得很伤心的时候啊 我爸爸就上到我的房间了 然后搞清楚状况 哎呦 就考不好而已嘛 明年再考嘛 不要哭了 我爸就出去了 结果我爸越觉得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然后我的眼泪就哭不出来 我假如继续哭好像 好像很 就是很小提大做那种感觉了 所以父母没有得失心啊 一点一滴啊 就把我的得失心给调伏掉了 所以父母有休养啊 孩子的福气啊 后来很幸运啊 遇到传统文化 我心念转了 自私没有福啊 念念为人想才有福啊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从运气很不好 说实在的那不是运气啊 那是自己的心啊 赶招来的啦 祸福无门 为人之招啊 这是左传给我们讲的道理啊 心念一转哦 命运就转哦 我本来华文都不及格哦 后来考 考师范学院 考正式老师啊 都靠华文拿分数哦 所以念头一转哦 你的命运跟世界就变了 所以命呢 掌握在自己的心念当中 我那个时候福气越来越好 怎么考怎么上 我那些同学哦 去报名考试说 跟你去同一个教室考 可能会比较考得上 所以你哦 学习传统文化 有福气之后 人家还会觉得 嗯 要这样 才会有福气 所以要给我们好好修行啊 修身啊 要给我们老子中脸上贴精啊 所以不是去买片精片 贴上去啊 那个是形式啊 我们真正照着圣人去做了 家庭和乐 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好啊 给世间人相信啊 学习传统文化 真的有大福报 人家有信心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 给圣贤人脸上贴精啊 那我们思考到 知命啊 是要成就自己 而在延伸开来啊 我们要懂得 我们这一生啊 对家族要有使命 要呈先其后 而且我们要 让家族啊 得利益 文天祥先生讲过 人生至古 谁无使 留取担心 照汉清 担心是我们的真心 汉清是史册 是历史 我们要照谁的历史啊 用真心 照谁的历史 当然要照自己的历史 照父母的历史 照另一半的历史 照下一代的历史 让他留在他们心中啊 就是 我生这个儿子啊 我生这个女儿啊 直啦 让这个父母啊 在梦中都会笑醒 哎呀 这个孩子真好啊 照父母人生的历史啊 让另外一半感觉啊 这一生 最对的事啊 就是跟我们走上 地毯的那一端啊 结为连理之啊 这是他最欣慰的事情 让我们的下一代感觉 做我们的子女啊 是最大的夫妻 因为我们从小就把最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种在他们的心田上了 等到他们读大学啊 一出去接触这么多同学 他就感觉 父母给我的家教啊 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啊 这个就是 对自己的家族家庭啊 尽了自己的使命啊 我们也要对 教育界啊 尽我们的使命啊 教育界最重要的师道 我们要把师道的尊严振兴起来 这是我们这一代遇到的事情 为什么 理记学记告诉我们 师言而后道尊啊 人不尊重老师 他怎么求学问呢 所以看着孩子不尊重老师 我们不只不跟他生气啊 我们很联系他 因为他这一生只要不深入这些经典 他不明白做人的道理 他这一生只有沉沦的份 怎么可以跟他计较呢 替他紧张都来不及了 得个天地人的人生 干出来的都是畜生的事情 多可怜啊 所以不能跟世间人 过于不去啊 为什么 理记学记讲的 人不学不知道啊 没人教他 你说他父母应该教他 哇这个孩子回去 爸妈你怎么没教我 他爸爸妈妈说 你爷爷奶奶也没教我 结果爸爸妈妈带着孩子 去找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 你怎么没有教我五伦八德 爷爷奶奶说 你真祖父真祖母也没教我 三代到哪里去了 坟墓前面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世界啊 现在的状况啊 谁也别怪谁啦 几代人忽略了老祖宗的智慧啊 通通通都是受害的人啊 都是可怜的人啊 停止指责啊 从我们自己做起来 而大家想一想 是家长比较明理 还是老师比较明理啊 我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 诸位教育界的同仁 你们都很谦虚我知道 我们毕竟深入教育这个领域啊 这么多年啊 教育孩子 我们一般啊都会比家长懂 所以人生 人与人都有缘分 亲朋好友 包含我们的学生 跟他的家庭 跟我们都有缘啊 人要资源 人要席源啊 这个地球上啊 六十几亿人口啊 人与人能碰在一起啊 几率等于多少 六十几亿人哦 几率高不高 很低呢 所以诸位朋友 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哦 你居然能遇上他 这是你生命当中的奇迹出现的哦 几率很低哦 所有的生命有多少 你不能只算人哦 你今天走在路上 也会遇到一只狗 它也跟你有缘哦 所以你把所有的生命加起来啊 那个数目是天文数字 然后两个生命居然遇在一起 然后还一起学中华文化 请问这个几率有多少 这几率难得啊 大家可以抱头痛哭一下 都是很自然的哦 那个男生女生就不要了 所以 缘分难得啊 包含学生跟你遇上啦 家长跟你遇上啦 这个都是人生难得的缘分 怎么去珍惜人生 每一份难得的缘分 觉悟自己啊 觉悟他人 真正帮助人啊 你给他吃的 你给他物质上的帮忙 都是短暂的 很难解决根本 长远的问题 这个体会啊 从事工艺工作的人 会非常深刻 国家很多地方很穷困 结果他们帮了五年十年啊 居然是那个 救济最多的地方的人 最不感恩 最视为理所当然 他们非常苦恼 去请教我的师长 老人家跟他们讲了一句话 他们连父母都不感恩 他还感恩你啊 所以人要明理啊 不然福来了 他还把他折掉啊 所以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啊 教育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所以真正他有智慧了 他才能改变他的命运 他才能利益他身边的人 他没有智慧了 可能啊 他的思想还会造成 他下一代他身边人 错误的认知 所以我们先觉悟了 就能去帮助他人 而现在我们对教育比较懂 我们就有一份责任了 去启发家长 所以在整个教育的状况之下 老师啊 是能扭转乾坤 最重要的关键点 老师明理了 教育孩子 孩子变乖了 家长马上 我孩子现在懂得 给我倒茶了 端水了 他去搞清楚 孩子怎么变了 老师教他孝道了 老师教他做人了 慢慢的 家长会感谢老师的教导 慢慢的就尊重 就尊重老师了 所以我们的人生 家长跟孩子的尊重 不是我们要来的 是我们做到 老师的这一份责任 自自然然赢得的尊重 相同的 另外一半的尊重 也是因为我们的德行 跟尽本分赢得的 人生这些好的境界 都不是去给人家要得来的 自己做到了 自自然然水到渠成 赢得家人 赢得大众对我们的尊重 好 那这一节课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位教育界的前辈 诸位分会场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礼记学记当中有讲到 善歌者使人记其身 善教者使人记其志 一个人很会唱歌 人家听他唱歌之后就想跟着他唱 一个很善于教学的人 很能启发人的人 很能给人正确的思想观念的老师 他的学生就希望效法他 一样当老师 我自己很多同学 他们现在也都是当老师 他们就常说到 小时候受自己小学老师影响很大 很佩服老师 所以从小就想 我的志向就要当老师 所以这一些在教育界服务的老师 他们就做到了 善教者使人记其志 继承他的志向 那我们刚刚谈到 知命才能做君子 我们对自己的家族 自己在教育界 以至于我们对自己的民族 我们都要体会到 当前我们对民族 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使命 我那一次看到一幅毛笔字 也是非常有感触 这一幅毛笔字上写到 何穿都断流 我被何以对子孙 这个大自然再不继续改善 何穿都不留了 那子孙后面生存都有问题 我们看现在的阳光 有臭氧层的问题 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水又污染 甚至是缺水越来越严重 我们刚刚已经清楚了 所有的天灾 这些自然界的问题 根源都要回到人心 这个根源才能解决 人心善了 这些问题都能改善 所以我们面对现在这个环境 跟文化的沉船 我们自己想到后代 不然三十年之后 我们的后代会说到 上一代留给我们 什么样的环境 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文化 到时候我们在天之灵 常常耳朵会很痒 不知道谁在骂我们 所以要当好的祖先 应该是恩哲造福于后代 才对啊 这样这个长辈跟祖宗 才没白做 下一句讲到 文化若断层 文化若失传 我被何以见祖先 这这么悠久的文化 到我们手上断了 那五千年的祖宗的苦心 断在我们手上 往后的子孙 也得不到这样的瑰宝 我们冷静看 文化才断三十年五十年 我们这个民族 从全世界最悠久的民族 最有涵养的民族 现在很多地区华人的现象 被人家说是最短视的民族 我们假如感受一下 祖先在天之灵 多伤心 留这么好的智慧给我们 我们不用 我们不学 结果后代的素质 一落千丈 从最悠久的民族变成什么 变成可以为了几百块 几千块的欲望 就伤害了自己的自亲父母 跟长辈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说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 博大精神 那个时候 写这几句话 其实说实在的 也很难体会各种的道理 但是现在我们学了之后 感受得到 孝道不传 德行不传 真的短短三十年 我们这个民族 沉沦的速度 太快太快了 而这个现象 刚好出现在我们面前 孔子说到 建议 勇为啊 我们见到了我们自己民族的现况 我们有一份责任 要复兴中华文化 刚刚大家唱了一首歌 唱得很好听 所以你们唱得很好听 我就很想要接着唱一首歌 对吧 你们唱这么好听 我得要回礼 所以刚好想到我们共同面对这个大时代 都有一份沉传文化的使命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曲 中华民族寿 这个歌曲当中 我们共同来感恩祖先 共同发愿来呈现启后 我们老祖宗的文化 青海的草原 一眼看不完 西马拉雅山 风风相连到天边 古神和仙仙 在这里建家园 风吹雨大舟 送礼五千年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 尽得起考验 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 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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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秋往事 直到永远 谢谢 益经当中告诉我们的 恶人同心 其力断金 更何况我们现在在场 有几百人 真正共同发起 沉传文化的使命感 这一份志诚 上达天庭 老祖宗明明当中 都会保佑我们 我们的祖先都是圣人 大家认主归宗了没有 有没有回去查过祖谱 我那一次刚好跟大家分享 这几个姓氏的朋友 古岳湖 尔东城 渝复 田 瑶 这些姓都是大顺的后代 请问这黑板上有您的尊姓的请举手 我们掌声欢迎大顺的后代 我看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拍手的人都笑得很开心 欢喜人家是圣人的后代 不得了啊 一点嫉妒都没有啊 君子成人之美啊 而且也没有自卑 有没有人一看过啊 没有我的信 很难过 不要难过 我给帮大家去调查过来 林甲不是姚舜女汤的后代 一定是文武周公的后代 为什么 这又是人世间的一个真理啊 《易经》当中告诉我们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善就能有余庆 更何况我们的祖先是圣人 所以整个世界这么多的民族 它文化的沉船 古文明现在文化沉船下来 只剩我们这个民族了 这个不是偶然的 一来是我们的祖上有德啊 批应我们 再来是祖上有智慧啊 发明了文言文 他们很清楚啊 语言跟写文章的文字啊 假如合在一起啊 语言会一直变化 比方 你离开你的故乡三十年了 再回到故乡呢 很多语言的沟通啊 就有小变化 一百年就有大变化 一千年呢 更大的变化 所以假如写文章跟讲话一样 一千年前的人写的文章 我们就看不懂了 不知道意思了 所以语跟文分开 写文章通通用文言文的方式 我们只要看得懂文言文 打开论语啊 谁来了 你们都没有这个经验吗 孔子就来了 我们要记住孝经的一句话 自成如神啊 自成感通啊 在孔子的学生当中啊 学得最好的 孟子 亚圣啊 请问大家 孔子 孟子在学习的时候 孔子在不在 孔子已经离开了 为什么他学最好 因为他自成 人的自成心 超越时空啊 他没有直接接受孔子的教诲 只看着他的书 就觉得就像孔子 到他面前来教他 所以一个人的学习 能得力多少啊 不是经书决定啊 不是老师决定啊 不是老师决定啊 谁决定的啊 自己的 沉静的心 真诚恭敬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 所以祖先有这个智慧 他能语跟文分开 所以全世界只剩我们的民族文化 还可以转下来 我当初啊 听到我的师长讲这一段话 非常感动啊 也非常惭愧 因为我读文言文都觉得很痛苦 祖先这样的瑰宝 我居然糟蹋他 觉得很惭愧 当下确实流眼泪啊 赶紧啊 好好地来领受祖先这些教会 很奇妙啊 我本来看论语啊 脱昏啊 流完眼泪啊 可能醉叶洗刷了一点啊 心地比较清澈了 再看很亲切啊 所以诸位朋友们啊 障碍不在外面啊 在哪里啊 不是风动啊 也不是翻动啊 是忍者的心动 当然这个忍者两个字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忍者啊 就是古代这些读书人 对人很尊重 对人呢 都称他是忍者 其实啊 读书人真名里呢 都相信每个人可以成圣贤啊 都相信每个人有本善啊 他相信了 他对一切的人呢 绝没有怀疑他 没有跟他对立 只想着如何啊 协助他 恢复他的明德 本善 所以叫忍者无敌啊 忍耻的人啊 他是没有敌人的 好 所以我们明白了 我们祖先的智慧跟德行 所以他辟应我们 我们才能成传五千年 这个家族啊 都不断 都不帅 所以大家 要回去查一下你的祖谱 你的祖上绝对是圣人 所以我们叫炎黄子孙嘛 算上去一定是圣人 不过呢 大家更清楚一点 你祖上圣人的德行 你有责任把他传承下来 假如您是范公的后代 一定要传 先天下 自由而有啊 假如您是林哲许的后代 您一定要传 鼓励国家生死亿啊 起因祸福必去之啊 为了国家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都不怕 所以他是民族英雄啊 林哲许先生的 这个神像啊 都还立在美国的一个广场上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戒毒世界第一人啊 我那时候烧的鸦片啊 全世界以他为榜样啊 所以林哲许的后代不抽烟啊 因为抽烟不好意思啊 这个 还有一个姓氏哦 他的后代不贪污啊 哪一个姓氏呢 哦 你们这么清楚啊 铁面无师 编总监 包青天 八德故事里面呢 包式的后代 包公的后代就有明文规定 只要不守法律的 死后不能回到自己的主堂 没你这个后代 家教很严啊 所以当圣人的后代也不轻松 但是是幸运哦 从小他就有这种好的家风 好的榜样可以效法 另外呢 还有一个姓氏啊 不能贪污的 杨姓 杨姓的唐号啊 叫氏之唐 因为他们汉朝的始祖 叫杨正 提拔了一个读书人 叫王密 这个王密啊 有一天经过 这个杨大人家附近 拿了金子啊 要去送给他 结果 半夜就晚上拿来 这个杨大人说了 我是觉得你是有点财士啊 我才推荐你啊 我了解你有能力 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 还拿东西来给我 其实拿东西来 是对自己的侮辱啊 当下这个王密讲 我刚刚来一路上 我看没有人知道 没人看到 没关系你收一下 杨大人讲 怎么没人知道啊 天知啊 地知啊 你知啊 我知啊 怎么会没人知道呢 所以 儒家的读书人 圣读 没人在的时候 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上不欺天 下不欺人 内不欺己 外不欺人 杨大人之后成为 关西一带 在西北那个地方 号称为 关西孔子 学问非常好 他后代有没有福呢 连续四代 做到皇帝的老师 四代都做三公啊 那个位置都达到最高点 皇帝的老师那还得了啊 四代三公这么有福报 所以福报从哪里来呢 福生于清俭 清廉节俭 有福报 有一句话叫做 路尽人亡 这个话中啊 也有很深的人生哲理 一个人的福禄 花完了 这个人寿命就差不多了 但是很关键在哪里呢 他节俭 比方说 他能活到七十岁 可是他特别节俭 到七十岁的时候呢 他的福啊 还很多 他就可以多活十年二十年 严肃 我自己的奶奶啊 特别节俭 四十几岁身体都不好 但是活到八十六岁 因为特别节俭 我从小啊 看我奶奶这么节俭 有时候啊 都会觉得 哎呦 活着这么辛苦干什么 一张卫生纸要分三次用 那个时候会觉得 有点觉得太节俭了嘛 但是大家注意去留心 很微妙哦 虽然那时候啊 有一点觉得 没有马上去效法 但是因为那个是得风 它会落在你的心地里 那个种子种下去了 改天因缘成熟啊 这个种子开始冒牙了 我自己投入社会工作啊 哇 钱真不好赚 我记得我第一个月的薪水啊 台币一万八千块 那个是十四年前的事情啊 不多啦 一万八千块不多啦 相当于马来西亚的一千八 我知道那个钱难赚 突然想了一个念头 因为我刚毕业嘛 我说我假如赚这样的钱 光我自己念大学 可能都不够了 更何况父母啊 是照顾三个孩子 还要照顾爷爷奶奶 而且我们从小是跟叔叔姑姑一起住 大家庭三代同堂 所以那个当下呢 非常感动 父母在我们面前 没皱过一个眉头 这一二十年的岁月当中啊 父母啊 咬了多少是牙 都不希望增加孩子的压力啊 那时候还不懂事啊 看到好的玩具啊 坐在地上耍赖啊 我今天怎么全糟了 一个人呢 懂得忏悔好 父母很爱我们啊 有时候帮我们买了 可能他薪水都不知道 去了多少了 所以真的是啊 养儿方知父母恩啊 自己真正投入社会的 才知道经营家庭不容易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钱啊 所以我工作之后啊 就特别省 不舍得花钱 结果有一天 我妈看着我们三个孩子 就说了 你们三个也是在 太省了 我们已经省了 你们还更省 结果我们姐弟呢 笑着对我母亲讲 因为我们家的掌门人啊 是我奶奶啊 所以我们是笑法他 而从自己家人的体会 到历史当中的记载 有两个读书人 同时考上公民 考上举人啊 结果他们两个是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 要同一年考上公民 分发 两个人交情不错啊 就觉得呢 好像命运都差不多 所以啊就 一个呢 分到黄州啊 去教书 一个分到俄州去教书 两个人互相约定啊 发生了什么事啊 互相通告一下 比方说他遇灾难了 可能我也快了 所以两个人互相 有这个默契 结果这个 黄州的读书人啊 去世了 俄州的知道之后呢 赶紧来帮他办伤事 然后办伤事的过程啊 他也很感伤啊 在他的灵前呢 就说了 哎呀 你都走了 可能我也快了 所以你假如天上有之啊 赶紧给我 打一下招呼啊 我还有多少命可以活啊 是不是也快了 结果呢 他很诚心啊 当天晚上啊 他这个朋友就来了 做梦 他说 仁兄啊 我是因为 从小在富贵的家庭 花钱 花习惯啊 享福 享久了 我的福已经享完啊 路径人亡啊 你从小就困苦啊 都没享什么福啊 所以你的命啊 还很长啊 所以后来这个读书人呢 命比较长啊 而且呢 他官也做到啊 俊这个地位的官员 所以这个都是历史当中啊 记载下来的 所以清俭啊 才有福啊 才能长寿啊 而我们要冷静观察 现在这个世间啊 父母不懂的这个道理 从小就给孩子 要什么就给他 他高兴就好了 这个价值观啊 值得商榷 这个就是享乐的人生观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现在大学生一考完试干什么 有没有人说啊 考完了来练论语 一个都没有 考完了啊 大叫啊 学弟妹还在读书 她管都不管 都只有自我 然后当天去买个面具啊 庆祝啊 在那里玩啊 面具几百块令吉啊 又去买衣服几千块令吉啊 她有没有想到父母的血汗钱啊 人不教不行啊 所以他们人生就觉得享乐是他的目标啊 所以有一个说法 小时候叫天堂啊 成人的进入社会赚钱叫战场啊 商场如战场啊 晚年呢 晚年到养老院去啊 坐吃等死啊 就是这个逻辑啊 大家注意去看哦 我们都觉得西方的制度很好 其实啊 制度是其次啊 人心才是关键啊 你说西方的制度很好 西方的父子关系是什么 是法律啊 养儿子养到几岁 好了 赶快给我出去啦 我的 我已经尽了我的义务了 你赶快出去啦 那是天性耶 居然用法律 然后之后长大了 走了 没住在一起了